过去 师父 工技都齐了 你看 星空来了 我们来看看 行 我说怎么着星空 一身鲜 刺刺刹的 手套还是白的 星光 您看这多远点啊 这都是油 别刺性身油 是吧 跟你没关系 星光 我们可就绪了 活什么时候来啊 快了 快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早就各救各位了 就等这招呼了 刚接的电话 车马上就拖过来了 你听见没有 这拖过来了 我说这回咱可是又得忙了啊 这车指不定攒成什么样呢 来了 来了 都走 这儿 老儿这儿 走 好 好好好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们工业区的洪局长 这是黄总 来 大家欢迎 好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 诺洞公司 附近的代表 戴利斯先生 你们好 呦 还可以说中国话呢 诺洞公司 正在河打门区 恰谈着合作项目 这辆车呢 就是 戴利斯先生 坐的车 戴利斯先生啊 业务很忙 希望大家 在一天时间内 把这辆车修好 戴先生呢 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件事呢 就拜托师傅们了 领导放弃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对 好 我先给你车车 我确认你们能够解决 他说什么 戴利斯先生说 他很信任咱们长 你这就算信成对了 是 你就请好吧 好 大家抓紧时间吧 越快越好 戴利斯先生 先 咔咔咔咔咔 什么意思 他明白了 他那车啊 肯定是不着车了 他希望咱们 给他打着了 一会让他找 这才要撕呢这个 别动 别动 别摸 这里这么大啊 出来 出来 你说 这大事 你给我出来 你找煤舱这趴着 出来这小子 这小子出来 带手套上去 去去去去 我看看 钥匙呢 星光 这怎么钥匙在你这儿啊 不是 刚才 这是我的活 一边去 这老李 这 鸟匙呢 别有 放开 别有 这 这 你们这俩小子 怎么也不好查查呀 仔细着点 这时候写信会 怎么没白金呢 李师傅 这是新型的电子分电器 你肯定没有见过 我没见过 你见过 这种分电器啊 也是刚在车上应用的新技术 有低压火没有高压火 兴许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我说怎么着 新工 你一上来就看出毛病来了 得 那你来得了 你来你来你来不得的 师傅 我也拿不准 咱们再好好查一查 赶紧是你也不行啊 闪开 别蹭着油 抄家伙 李师傅 你别急着拆啊 我说新工 我们可没你那学问的 我们也不靠胡猜干事 我告诉你 这车不着啊 它并不见得是都在点火上边 我们让它操作规范 逐相排查 眼镜 李师傅 这种机器的电子电路 咱们没有图纸 你拆了容易 装上可就难了 新工你说什么呢 记得谁呀你 我告诉你 打我修车那天开始 还没有一辆车 是我李孙也拆了 装不上来的 您靠边蹭油您啊 别跟那添乱 那边凉快凉快 我 我添乱 好好好 老李啊 明天人家就来要车 这都火烧煤煤煤了 你还跟新工斗什么闷子 哎呀 这车可真邪性嘛 哎 我说兄弟 这车可是没有喷漆和我板筋的事 您打算怎么弄啊 还就不相信了 嘿 这车我还就整不好它了 干嘛去啊 不吃饭了 不吃了 哎哎哎哎 哎 哎哎 哎 这新平到现在不回来 你也不吃了 我还白做了我 没错 看这意思 这车我修不好 咱米头这钱还保证吗 行行行行 你少说话 多看你 您那真的没什么招了 大师哥 咱这车到底修得好修不好啊 老爷啊 该查的都查了 哎 就没查出毛病呀 老爷 这是新车 你是原理咱们都闹不明为 怎么修啊 哎 哎 新工呢 老爷 让你大师兄挤得走了 一天都没漏了 吹吧 不是修过那么厚防脑玻璃的大奔吗 老丈 我告诉你别跟这儿说片单话啊 师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您修不了的车啊 肯定是不好修的车嘛 有什么呀 明天他们来我和他们说 能拖两天就拖两天 不能拖 好 让他们给你很高明 没什么 这人 我去丢 要丢人的是我 本来面 算是在了 你说那车它怎么就修不好的呢 你也知道为新车今天着急啊 还以为你无所谓呢 我就能没心没肺啊 瞧把几个老家都急成什么样了 哎 你们说我轮子哥能不能把这车给修好了呀 你说不准 哎 说谁先来啊 说曹了曹都到了 哎 我说你们也刚下班啊 你怎么才回家呀 外边修了个车刚回来 怎么着 我听说你们车间来新活了 总算是忙活上了 别提了 来了辆家城晚了大温 倍高级今儿都没见过 可是修了一天都没修好 什么车呀这么难修 我爸看了吗 你还替你爸呢 他今儿可是栽了面了 忙活一天 到了都没打着火 不可能 我看看去 哎 轮子 按说新车间可没有你的事啊 少废话 我爸的活就是我的活 哎 你 你看车疯子吧 一提这事红了眼了 没准有门 走吧 打下手去 来 你说这车真够邪性的啊 轮子 这电子分电器以前没见过吗 这么多气 我看着就解晕 凭我的经验 肯定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出了毛病 嗯 好像新工也是这么说的 啊 新工也这么说啊 新工还说什么啊 他 导演还说什么 什么低什么没伙 高什么有伙啊 低压高压 对 低压高压 还没说明白呢 就让你们家老爷子给挤腿走了 哼 我爸也真是 你像这种车的新技术 一定得多听听新工的 那好办啊 咱得叫回来不完了吗 拉倒吧 他刚害完我 我找他 你不找新工可以找新平啊 那新平不是学汽车机械的吗 他肯定懂 看来你也不懂 我哪见过这种新型的分店器啊 跟老外说说 多等几天不行吗 你想得容易 这个老外是个外企的助经代表 要在我们区里边投资 那今天 那区领导都来了 一通的嘱咐 赛者说了 这是新车间的第一个活 本来那些外企啊 就怀疑我们的技术跟能力 你这要是不能按时交车 我 还求他 回来 你老东西也在想开了 慢着很 常常说得对 咱们没见过这种车 咱还输得起 是怎么回事 我推我呢 我把咱们厂子招牌给砸了 我对得起谁呀 我可跟你说了 我们这一通劝你 就怕你想不开 明天接车的可就来了 咱在外国人面前 可得打起精神来 别让人家瞧不起 老潘子 这你放心 我理想咱就是死 你得站着死 手艺栽了 人不能栽 这不是咱手艺差啊 我就是没见过这一路车 你说对了 不是咱技术差 是人家发展太快了 不服不行啊 不服不行啊 是我心里话的我去 咱们老了 手上这点玩意儿 跟不上膽 姊姊姊 姊姊 你爸来了 爸你怎么来了 大半夜你跑这儿干吗 您还问我呢 我问您呢 这工程是上哪儿去了 你看我看看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爸 你是不是找分天器呢 轮子给拆了 他有他的判断 那你告诉我 他是怎么判断的 轮子认为这个高压没火 毛病应该是出在这个分天器上面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出问题了 李修传 你告诉我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你要让我细说 我还真说不出来 因为咱没有构造图啊 这里面的结构 反正现在说不清楚 行光 你拿了构造图了啊 来一天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家老爷子要抓虾 我是跑了大半天 才到北方工业大学热力戏接到了 那能给我看看吗 贝贝看得懂吗 还真说不定 行光 到行光现在时间紧任务重 要不麻烦您 我们讲讲 是啊 爸 您就给轮子咱们讲讲吧 行光 您给讲讲吧 今天我们得着一个 新技术学习的机会也不容易啊 行光 不是 行叔叔 您就给指点指点吧 我们小哥姐这都大半夜了 您说要不然就抓虾了 行叔叔 行光 是啊 行光 试一试 你看 李秀伦 你不是挺傲气嘛 你很牛啊 这时候知道抓瞎了 才知道您那两瞎子不够用了吧 那是 要不怎么叫您行光的 行光 您不是跟我说过吗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人 好吧 这个 吸引型分电器 它是这样的 它是通过 电子面的 分电器没有问题 钢压线圈也没有问题 或者电子放大器 情况正常 刚才这个 蜂火头我也查过了 电子机都是正常的 清光 那照这么说 肯定就是曲周卫视传感器有毛病 开口 收电 拿呀 你 给用 克带 你 假别 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你在这儿干吗来了 这儿有你什么事啊 该干吗干吗去 那行 我走 笼子 笼子 你别走 我说老欣 怎么昨儿干活没见着你啊 今天一大早上就跑这儿来了 你这是不是故意看我热闹来了 李师傅 你这怎么说话呢 爸 我闭嘴 这儿没理事 那得 我不说了 师哥 怎么着了 这车 这车来了 您的车 我实在是 爸 我试试 您的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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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快的 好 你看这车来了 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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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吴队长 他叫李修伦 小明儿伦子 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修理工 伦子 我要为你们请功 向国钢纹 够了 伦子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电控板动机 曲周围上 沾上了油污和铁销 所以呢 就没有了高压活 没有钢压活 怎么着车啊 这曲周围上有油 沾上铁销活 我差点栽在这儿 我宣布一件事啊 今天 咱们为曲里完成任务 为咱们新车间 开了个好头 这样 多亏了轮子和新锅 常理决定 从经典体 李修伦同志 就是我们新车间的 一丸了 大家鼓掌欢迎 好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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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啊 安人 就恨你 我说过了 我要尽力信尘院 我就会堂堂正正地进来 我就知道你会堂堂正正地进来 我就知道你会堂堂正正地进来 我们已经饿了 饿了 走着吧 早点去 走着 走 走 快跑 走着 走着 快跑 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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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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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 老爸呀 你今儿是不是特得意呀 总算露了一大脸了 你知道伦他们说什么吗 今儿这事总算看出来了 没您啊 还真不行呢 连李大叔都说要请您吃饭 好好感谢您呢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职责 有什么可谢呢 爸 那您也必须得承认 要不是轮子跟那较劲的话 今儿这问题也解决不了是不是啊 那倒是 那既然您也承认了 那也必须承认轮子它是好样的 过去都是您在那儿对它有偏见 是不是 疼了 你干吗不言喻啊 闺女啊 闺女啊 去睡一会儿吧 啊 我知道 你心里已经承认了 没做错吧 睡去了啊 啦 你还不说 那我做错了 还行 不算太晚 你说那么严重 我能不准时吗 又来这儿干吗呀 上墙 快点吧 来呀 赶紧点啊 一 二 三 小的时候 咱们也没少翻这墙头 每翻一次就能省一毛钱门票 能买两个冰棍呢 那当然 你既然不会又是为了省门票 给我买冰棍吧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说这公园都关门了 大晚上拉我来这儿干吗呀 她是不关门我还不来呢 赶紧吧 晚上来不及了 好 小心点 好 呼呼的跑这儿来干吗 干吗 往那儿看 我还记得到那儿 我还记得了 我还记得你 等等 我还记得你 如果你还记得它 我还记得了 你还记得了 那就是她是一个人 优优惠 我生日早过了 我知道啊 我不没赶上吗 今天我特意给你补上 来吧 许个愿 许什么愿了 我许的是与我们俩 永永远远 甜甜蜜蜜 恩爱爱在一起 那是一定的呀 你就不应该让我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说的灵它肯定灵啊 你就信我的 咱们俩永远在一起 听说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咱们再找 都找了好几个月了 找了那么多单位 我都快灰心了 不应该啊 像你这样的大学高材生 怎么找个工子这么难啊 我算什么高材生啊 大学学的那点半辟不错 在家机关和荒废了两年 早就不够用了 再说了 像这种专业对口的单位 没问我两句就能释出我身前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就觉得 我的前途是一片渺茫 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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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怎么样 坐下坐下 我给你坐 拿到了 拿到了 我这几个美国同学太够意思了 你看看啊 手续都办齐了 你看 担保都办妥了 太好了 这回啊我可欠大人情了 我还从来没这样求过人 家里的所有积蓄啊 也都割离了 哎 为了咱闺女的前途啊 值了 是 哎呀 还不知道星平她愿意不愿意呢 你还不了解咱们闺女吗 她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这么好的机会她绝不会放过的 难说 就怕她放不下那小子 回来了 来 姑娘 坐下 我跟你妈要跟你聊聊 聊什么呢 怎么了闺女 这么高兴 怎么又不高兴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为什么 一定是这个单位也没看上你 那 那不对啊 咱闺女学的专业 那单位正需要 怎么还不行啊 我现在才知道 我学那点东西太浅了 闺女啊 知道就好啊 来 去好好学学吧 这什么呀 这里面装着 你去美国底特律汽车学院 进修硕士学位的全部手续 就等你去签证了 孩子 是底特律汽车城呢 世界上汽车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也是你爸爸这辈子最向往的地方 他没去成 他的这份理想 就指着你替他实现了 不光是我的理想 是咱们国家 未来汽车工业的希望 有志青年一定要走出去 否则咱们永远追不上人家 可 姑娘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要告诉你 轮子给不了你想要的前途 没错 这也是我想要说的 这可关系到你一生的前途啊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好 老姐可决定了啊 说咱们十一就办事 十一啊 嗯 在咱们结婚的时候啊 我就不管你要那三转一响 四八条腿了 然后呢咱们也不在饭店办 就在院里办 你觉得好不好 行 我同意啊 试试 怎么这么好的事啊 那也就是咱 在刚到供销科没了天 就跟这客户套筷都套上了 这伙就是一共零件 让客户跟我说的 我当时一听干得过啊 到时候这要合同一千 这千都挣到手了 你说了半天 还没说他到底干什么活啊 什么活 那肯定是咱哥俩干着合适的活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哎呀 你们俩这跳的什么呀 这起步啊 你们俩怎么跳到一块去了 跳得像狗熊似的什么呀 既然 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那肯定 就是这行里的盗上人呗 这船车的手艺 应该没说的吧 金老板 教你这话说的 我们干什么吃的 我们就是这专业 就值得吃饭的 叫我们这位华子师傅 你别看他年轻 家传的板金手艺 你再说我吧 我这满打满算 也六七年了 别说您这一辆能用车了 这大东方大解放 我们玩的都多了 这儿 可是咱是要给人传车是吗 可不是吗 你说咱哥们玩这个 那不跟玩似的吧 小子 你啊 先别跟我这点埋伙 丑话我跟你说头了啊 一会儿 把我这合同签了 这定金你们拿走了 可就不能耽误我的事 我还实话告诉你 这车是大队以老乡订的 人家正等着抢盖 这粮食仓库呢 三天以后 听好了 三天以后 这车就得用上了 放心 金老板 手提把钻 小意思 行 那那个金老板 咱把合同签了吧 成 先收拾这钱 好嘞 两千块钱定金 完了 赶紧的 收拾吧 把这合同签了 咱这两千块钱就算挣去了 可不是吗 那咱们 支门商场 抱咱们七七七呀 说好了 那给我一个 买俩 一人一个 得嘞 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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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一张 我真是一张 就让我们传这个 你以为我让你传什么呀 我以为怎么也是个半成品呢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 这会儿你干不了 金老板 说实话就两天工夫 传这个 真传不了 你说什么 我 金老板 你看 你这一大堆零件 新的旧者都有 是不是 你当时也没说清楚 你要说这样 这会儿我也不敢接呀 什么什么 说什么 都怨你这样 他事前也不打算清楚了 这怎么怪我 他没说清楚啊 不是 我没说清楚 我你小子行啊 没有金刚钻 甘揽我那瓷器花 还跟我这儿大包大揽的 合着 你真干不了啊 你小子行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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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你 这会儿就三天的期限 眼看着一天过去了 少废话 把我的定金给我拿过来 还得赔偿我损失 你 你 你让我怎么赔啊 我给你的定金 加倍给我还回来 不然今天就别想出这门 这儿 这儿 昨儿有多少钱 赶紧被人掏出来了 我 掏什么掏啊 咱哪儿还有钱啊 什么 这就没钱了 真没有 不许您自己看 我说昨儿刚拿走的钱 这就花没了 我说你们这俩小兔崽子 怎么凑的呀 别的本事没有 花钱的本事倒不小 比我还特别能造 金老板 您 咱不没想到 还有这么一出吗 是不是 那 那什么 您放心 这钱我肯定还给您 您那 容我几天工夫不是 想什么呢你 你以为老子的钱 就这么好花 今儿要不叫一叫你们 你们不知道我姓金 那是干什么的 给我绑起来 不是 咱们一会儿跑 这儿 这儿 我手没用 来 大哥 大爷大爷大爷 别别 看明白了吧 快点拿钱 老子没工给你点重奉 欠的东西怎么欠 哪要欠人啊 你等我是哪儿的呢 快拿钱 少废话 孙子 大爷大爷 到底怎么回事 孙子 让你快去 少华不知道上哪儿坐去了 欠人掌钱 弄过钱人要账来了 人呢 欠人到位 我们就换人 你们还要 快点 别动 别动 都别动啊 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 这欠条是啥咋的吧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要说得多了 谁知道这名字是怎么写上去的 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 甭废话 走 让我先见到人 问清楚怎么回事 这要是他欠你钱了 一分钱少不了你的 走着 走着 老二叔 别着急 我跟你去 老二叔 你干嘛去 这两个卵啊 别着急 别着急 怎么什么好事一沾上你 到最后准备坏事呢 我们不就想弄点钱嘛 谁要是金老板这得去 大哥 别 别去 别去 大哥 怎么着 别 别 别打脸 完了 你们要人来挺快啊 这时候你还笑得出来 轻点 轻点 起来吧 帮我们回家 好 等等 别 别 别的 别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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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大哥 大哥 没什么 哥 哥 哥 姐 哥 我们都让你们俩来了 房子 好 没事吧 没事 闻子 闻民 凶酒了啊 回头我再给你家算账 金老板 事我已经清楚了 这么着吧 两条路啊 你自己选 一呢 你把我扣着 让他们回去凑钱去 什么时候钱凑齐了 你什么时候放过 二 你不去想传辆车吗 这车我帮你船了 这车我帮你船了 小子 到我这儿说话 还敢这么横啊 这车他们船不上 你能给船上吗 您把那妈字去掉 船这辆车 小菜一点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没有我干不了的 我说你这话可有点大呀 行啊 先把这车给我船上 咱再说 那就这么着 走 走 走 金老板 我把话说前面啊 这车 也就是在乡下开一开 千万别进城 得 我说啊 真不错 真不错 这刚一天多的功夫 你就给船上了 你这手艺 没说的 金老板 您瞧我说什么来着 这就叫牛皮不是吹的 泰山不是堆的 火车不是推的 就我这俩哥哥 攒你这点小活就一字 玩 玩 玩 我说伦子师傅 这往后 还得帮帮我呀 别 这路活啊 我从来不干 这次是没辙了 没下次啊 不是 这话别这么说呀 得得得了 金老板 咱下次再说下次行不 先把这次账给结了呗 走啊 走啊 我这挣点钱容易嘛 这一天多的 我轮得适合 能跟三孙哥似的 什么笨活这活都让我干 不说吧 还老碍鼠了 你小子就欠鼠了 我还告诉你啊 这种服务所非为的事 你再拉上滑子 我他妈跟你不客气 小张我跟你说 你就是一钱串子 你这样 咱们把滑子都给带换了 你知道吗 嘿 你瞧二位哥哥这话说的 他们找到我 我把那一个劲儿 死歪来一样给我 说什么那个 生产队用车 用没钱买新车 我一听这个 我这围着你们还不知道 我说那得了 咱们帮忙这农民兄弟是不是 给人拍过检查案呀 放屁 我参唤 我参唤 放屁 好 哈哈哈 mé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